听故事品历史 这里是历史影像机 我是明哥 滚滚长江东是水 浪花淘尽英雄汉 在散国的历史篇章中 从不缺乏英雄猛将 龙虎象征你来我去 好不热闹 这其中有一位身穿白袍 骑着白马的长盛将军 他就是长山赵子龙 实际上赵云非但不是长盛 还打过不少败仗 最基本的就有三次 跟随公孙战战斗被袁绍打败 跟随诸葛拉南征时 败于雾突骨 一出其山时败于曹针之首 战斗分两种 一种是行军打仗 另一种是单挑 单挑未曾记载赵云败于谁首 或许这就是成就他长盛将军的名头 如果赵云不是三国时期中 行军打仗的长盛将军 那谁才是呢 一个不曾被人忽略的 魏国名将文聘 说起这个文聘 其实也是大有来头 他是赵云的师兄 和张任赵云一样 都是师从同渊 怕有勇有谋 忠义无双 一生之中 百场战争 无一败即 文聘先后效忠过刘表 曹操 曹操欣赏他的能力 为以重任 长满破一战中 刘备军队被杀得四散逃算 张飞赵云断后 赵云血战曹营 杀得曹军上下 人人胆寒 就连张和都被赵云打败了 关键时候 文聘骑马迎上 吓得赵云不得已 调助张飞 张飞固步移兵 赵云才逃脱出去 势必之战以后 文聘被曹操 奉为江夏太守 守为江夏 几十年如一日 江夏防线固若金汤 关羽也被齐鸡败过 关羽死了以后 荆州沦陷 吴国孙权 为了大破曹魏 必取江夏防线 大军挺进 全凭文聘的智慧和应用 孙权一生 也没有打破江夏防线 公元2226年 孙权率军出征 十万大军北上 包围江夏孤城中的 寥寥数千守军 文聘死守不退 魏国大臣纷纷上书 给魏帝曹瑞 恳请派兵增援文聘 曹瑞却驳回了 众臣的请求 他自信文聘可以守住江夏 因为在曹瑞小的时候 就听说过很多次 势必之战中 文聘与张辽 是如何在火海中救出曹操 所以他相信 不管是任何一位天下名将 都无法打败文聘 同样文聘 也没有让曹瑞失望 文聘为了打败孙权 上演了一出空城记 他命令手下士兵 白天修建防御攻势的时候睡觉 故意释放假消息 给潜入城中的间谍 引得孙权感到疑惑 在犹豫中 被文聘杀得溃不成军 然而这一战过后 没有多久 文聘就去世了 但是英雄虽死 攻击不朽 你们说呢 vers en beloved 防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ут务